東橋Vlog 大家看包裹買的這個新的帽子 我們跟這個包包顏色很搭 我們現在所在第一次在新宿的新南口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吃哪一家呢 我們去吃JSBURGER 吃漢堡想要先跑 可以消耗一點熱量嗎 找到一個角落的好位置 對啊這邊真的是超吵的 大家都在講話 因為這裡其實是半露天的 對啊 這家店看出去的風景還不錯 可以看得到New Woman的百貨公司 漢堡來了 這真的超有設計感的 我們就來這個 拿一裝漢堡下去吧 這個有點焦掉 黑 好黑喔 巧克力漢堡 它的肉滿點黑根啊 然後還有烤這個肉排 還有加這個蔬菜 跟這個麵包都配得恰到好吃 好吃 那我點的這個就真的是 這個壽喜燒的漢堡 可以先看到它這邊就已經有蛋黃 整個流出來了 真的喔 然後而且它裡面超多奇奇妙妙的菜 不知道是什麼 哇喔 超酷的吃一口看看 做喜燒的感覺 因為吃到它的蔥 然後做喜燒醬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這一大堆菜 就是你覺得有一種把做喜燒的火鍋 然後 整頭加進去漢堡的感覺 我覺得蠻新鮮的搭配 好吧我們就到處走走啊 我覺得今天運動一下 我們從新宿走到高鐵馬場吧 這次沒套好了 就是我們來新宿應該不少吃了吧 對不對 不少吃啊 對那新宿對你來說是怎麼樣的地方 新宿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自己一個人的話 沒事不會來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它很大 然後我永遠搞不清我方向 對 所以這邊 比如說你要吃飯好了 對 然後你會覺得說 新宿有大概一萬家店可以吃 可是 就是不知道吃哪一家你知道嗎 因為太多選擇 反而 很難選 現在到了我們長期贊助商 哪一家公司 Blue John Shank 欸Bob你看一下下面 我都不講 我以為會用那個 日文點菜 沒想到還是用英文點菜 現在你日文點餐的技能跑來去 沒有啊 因為它那個 Tapioca Milk Tea 全部都是英番 日 所以用英跟日 其實是一樣的 妙論 YES 我還是會說謝謝的 好不好 好呀 好一口 好一口 你要亂怒好不好 剛剛口味在亂講話 不方便公開 不方便對不對 嗯 怎麼口味 這個黑糖的 喔 好喝好喝 我們現在要離開那個新宿啊 然後要慢慢往大秋寶的方向走 青花竹甲鮭魚卵 營養美味 在爭仙 好吃的Sushi 在爭仙 在爭仙 爭仙的Sushi 最好吃 不要亂講喔 這邊對我們來說有一點傷心的回憶 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可以在這邊拍包恩歲歲年 曾經啦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充滿了人 現在新大酒堡特色在什麼地方 這邊就是東京的韓國區呢 就是Korean town 然後這邊有超多韓國的餐廳 這邊有很多韓系的雜貨店 很多日本人跟韓國人都還在買東西 我們現在離開新大酒堡了 要往那邊慢慢走過去 好 那你現在是什麼花的季節 現在是紫陽花 耶 歡迎收看 寶恩歲歲年 大家有沒有感覺就是有點不一樣 我們把寶恩歲歲年那個主題 跟vlog結合在一起了 因為反正也沒什麼在看 哈哈哈哈 那我們這次順便念的是 在那個小SNG亂錄的那個影片裡面 有一個悄悄提到說 就是我們拍片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難題呢 那我先分享給我的好了 就是 因為拍片的時候 其實通常會有點 有時候蠻趕時間的啊 所以常常會沒有發現自己 按到錄影 還是沒按到錄影 所以我曾經有那種 超重要 絕無僅有的片段 結果我只錄了一秒是游泳 然後後來就離開那家店 然後或者是按下去之後 不知道在錄影 然後錄了大概三分鐘 就是那種亂七八糟的 想像那種狗狗第一人生的畫面 然後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回家的時候分檔的時候 才拍那些 哇真的完蛋了 沒有錄進去 或是怎麼錄奇怪的東西進去 這樣子 想辦法救這樣子 對 那我這邊呢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拍一天的時候 會一次拍大概三四個主題 或甚至到四五個主題 就是說我們十二點要到哪裡 一點要到哪裡 兩點要到哪裡 然後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已經 就是肚子還有點飽 但是就要吃 另外一個主題所介紹的餐廳 這樣子 這對我來說就真的 辛苦又困難了 我們到了高鐵馬場車站了 好啦那就感謝收看今天的包恩 所以有沒有啦 這一集是中小的啦 都有都有啦 對不對 好啦我是包伯 我是蠻 下次見 拜拜